2006年兵马俑在这个地方可是出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说有一天兵马俑这里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马林 是德国的一个小伙子 他还在浙江溜过学 说想来博物馆参观 后来和同学就一块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同行的有几个人 他的同学在这个坑的外围转了四五圈 结果他没转 然后在修复区的那个位置 双手就拔着这个栏杆 两个眼睛死死盯着坑里的一个位置 之前这里放了四排兵马俑 现在只剩两排了 说有个位置是空了出来了 而且没有放兵马俑 他心里就想了 这个位置他是不是给我留的呢 自己就特别想跳到坑里边去当一回兵马俑 让世人也瞩目一回 最后被他的同学给拽走了 走了之后回到家 他心里边也有点不消停 而且闲不下来了 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做了一个跟兵马俑一模一样 仿真的兵马俑的衣服 真是高手在民间 2006年9月12号的一大早晨 他呢就来到了博物馆的这个地方 来了之后呀 保安当时正在换班呢 坑里边也没有人 他借着这个机会呢 就跳到坑里边去了 穿着那个自己做的那身兵马俑的衣服 说实话呀 跟兵马俑长得是一模一样 就在坑里边呢 站了几分钟 当时就来了人了 谁来了呀 保安来了呀 而且当时他有监控 而且呢就看见好像是有个人 就跳到里边去了 但是来了之后呢 却没发现 这个警报呀 就开始就响 保安来了之后 在这搜了好长时间 七八个人 转了四五圈 为啥呀 没找着 他们的目标是找活人 而且看不见活人 正好在这个时候呀 就来了一个老年团 他们呢 四十大了 腿脚不好 这个老太太吧 走路又慢 看兵马俑呢 又看得细致 而且很奇怪 有个老人说 好像有个兵马俑的眼睛在动 是不是诈尸了呀 当时越看越想 越看越想 再一看 确定真的是有个人 在里边动呢 当时就喊了 说诈尸尸了 正在这个时候呀 他把保安给喊来了 当时保安喊来之后呢 游客却吓跑了好多 结果呢 保安他们好多人 到里边一找 果真找到了马林 找到之后呀 他们叹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话 说可算是找到你了 这下完了吧 其实呢 这个马林呀 只是呢 想去尝试一下 做兵马俑的滋味 其实呢 这个事情吧 也是在教导大家 咱们在出来旅游的时候呢 一定要文明旅游 不要破坏文物 这里就是武则天的亲孙子 伊德太子的地下宫殿 很多人呢 可能一辈子 没有亲眼见过 皇家地宫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据说里面啊 其中一保无数 就连墙上的壁画呢 哪都是金的 这里呢 就是木道口了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木道 它也太长了吧 今天我往这一站呢 感觉是深不见底 那么在木道两侧 大家可以看看啊 有好多唐代的彩绘 而且呢 依然清晰可见 那么这个木道的全长呢 是达到了1008.8米 周围呀 有好多精美的唐代壁画 现在大家抬头看一下上方 上方呀 有个很大的口 它的名字呢 叫做天井 这个口呀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它就是通风的 那么大家呢 再看一下木道两侧 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小窗口 那么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位置呀 就是当年呢 放陪葬品的 据说在里面随随便便的拿出来一块 都可以换一辆 劳斯莱斯 咱们现在往里边越走越窄 越走越窄 接下来呀 咱们看看脚下踩的这个糖砖 来自1300多年前 这可是真真正正的文物 那么大家再往这看 这个位置你们来的时候 可能匆匆忙忙就走过来了 它是什么门呢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门 看一下啊 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这是来自大陕西的墨玉 当时呀 用墨玉雕刻的 上面有好多精美的图案 有麒麟 有龙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不仅如此 咱们呢 在碗里走 进来看看 到里边看一下 这个太子墨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呢 今天有一个重点 还需要去讲一讲 这个位置呀 当时盗墓贼怎么进来的呢 看到这没有 盗墓贼再来的时候吧 他当时为了怕案件给他伤了 因此进来之时呢 把这个门给砸烂之后 从上方进来的 所以当时呀 他躲过了层层机关 最后呢 来到了太子的毕宫之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孔啊 难道这就是民间传说 当年放箭的一个箭孔吗 咱们接着碗里走 这里呀 有个很牛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它是个盗洞 你可能会问 牛在哪了呀 是不是 因为你看木道 你就知道了呀 木道特别的长 当时盗墓贼呀 来盗墓的时候呢 他是躲过了层层机关 所以说当时呢 直接跑到了太子棺墓里边 把珍宝全部倒走 成功躲避了好多的机关 就牛在这了 这里是整个墓室的第一个穷顶 大家抬头看上 上面呢 有个铁钩 当年呀 是用来放长明灯的 那么不仅如此 整个穷顶周围呢 还有好多精美的壁画 有日月星河 都非常精美 全部都是用纯金的 那么现在是冬天 而且呢 奇怪的是 往里拍一走呀 还有一丝凉意 咱们现在呢 再继续往里走 其实这个地宫里边 应该是冬转下凉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今天总感觉浑身 这个鸡皮疙的酥酥的 一直在起 咱们从这碗里面走呢 就是义德太子的主光果了 也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是第二个穷顶 当年整个穷顶呢 金光闪闪 非常的漂亮 上面呢 它也有日月星辰 而且都是黄金的 这里呀 有个图案叫做 玉兔导药 玉兔代表着月 那么在玉兔的对面呢 还有三足金屋 不过盗墓贼呀 当时把他们全部拿了下来 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太可惜了 而且现在咱们看到的这里呢 就是太子的主光果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光果都是墨鱼 当时雕刻而成的 重量40吨 这个墨鱼的盖子呀 有五块 整整五块 一块呢 重就一吨 那我就想不明白 当年盗墓贼 他是怎么拿走里面的宝贝呢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啊 这里边呀 实在是不能待的太久了 然后呢 有点那种感觉 我们还是出去吧 观众墨子 下个视频带您探寻武则天的前陵 这里就是秦始皇帝灵 秦始皇被我们误会了两千多年 有人说他残暴 荒音无道等 反正是有多难听 就说什么 那么历史上 真正的秦始皇他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秦始皇残暴 此生他没有杀过一个忠臣 连吕不韦他都没有杀 是吕不韦自杀 跟秦始皇混的 没有一个人是被秦始皇给刺死的 说秦始皇荒音无道 他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立皇后的皇帝 连一个有名分的老婆他都没有 他统一度量行 统一文字 车同轨 书同文 如果当年没有秦始皇 一扫六合 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在呢 就跟欧洲是差不多的 如果您了解过欧洲 或者是您去过欧洲 您会发现 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出一国 就是因为在当年的欧洲 他没有一个人可以统一欧洲 所以今天的欧洲四分五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每一个省他都是一个国 怎么可能有强大的华夏民族 而这一切缔造者呢 他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华夏 为了统一华夏 老秦人死了何止是上百万 二十四代秦军的将领和秦王 为了统一天下而不懈的努力 秦始皇驾崩 天下大乱 刘邦 项羽 率两万人马破咸阳 秦军主力根本他当时就没有出现在现场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年的百万雄师 让六国闻风丧道的秦军 他们去了哪里 四十万在守边疆 六十万驻长城 守匈奴 他们有将领 不得班师回朝 因为秦国呀 可以灭 华夏族群不能灭 直到刘邦战胜项羽 建立大汉王朝 那么当时守南中国的整个广东 广西 云南 都属于南越国 汉武帝给南越国的国王 也就是王俭的旧部发了一封书信 我可以封你为南越王 但是你必须承认我大汉的政权 换句话讲呀 我呢 是不想跟你打的 但是我必须让我的大汉的国土来统治到这个地方 那么你知道当时南越王他是怎么说的吗 南越王说 我曾经受过一个老人的嘱托 国不能分裂 为了华夏族群 我呀 不跟你打 我也不想当什么南越王 后来南越王投降 而他嘴里面说的那个老人呀 他就是秦始皇 而在秦始皇眼底的名下呢 他更没有国 只有华夏族群 他的格局可以让他弃吞山河 一统天下 他才是英雄 当之无愧的千古异地 关注木子 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知识